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NOA跟T1的关系 有一个很好的问题问我们 这是我已经有两年的NOA 这是Notice of Assessment 为什么还是要给你T1 General 为什么我们是要T1 General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我现在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NOA这边 简离了 我们看到它的总共的收入 在LINE150那边 Total Income 然后有一些Deduction 任期报告的东西 结果其实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客人的总收入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还是要T1呢 就是因为这个总收入里面 是什么样的收入呢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打个比方这个客人的T1 General 在这里 它呢 有23,000是 Commissioned Income Commissioned Income 就是这样 所以它总共收入24,000 23,000是来自Commissioned Income 还有大概600多块是Dividend 就是分红 有这个700多块呢 可能是股票赚钱 只要 加起来 出来的是24,000的收入 但是呢 这个问题就是 第一 如果股票赚钱 大部分银行是不算的 就是不可以用这个收入 第二呢 你看到呢 就是有些股票的分红 也是经常来说不可以用的 所以经常来说 我们这一个Case就可以用了 完善的收入 还有些呢 就是你看到它的Notes of Assessment呢 收入可能很高 比如说20万的话 你说哇这个很好的 但是呢 一看原来它是 卖房子出来的 比如说它上一年卖出来 卖房占出来的钱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为什么 你需要一个有NoA之后呢 还需要补一个T1 General 就是 需要了解清楚 这一个客人的收入是怎么过来 不是每一个客人的收入 就看到24,000就用24,000的 中间的是什么来源 我们也需要知道 所以这是这个原因 我们需要T1 General加NoA OK 好了 就这样了 拜拜